海洋公園首次展出北極狼和北極湖 希望給市民親身了解全球暖化對牠們造成的影響 吳定欣說下 那麼遠來到先休息一下睡個睡覺 看來牠們對新環境很好奇 這兩隻北極狼和六隻北極湖首次在本港出現 海洋公園希望市民近距離接觸過這些雪地動物之後 加深了解全球暖化對牠們的影響 牠們的棲息地縮小了 牠們本身要獵食的食物 也會隨著這些變化也會少了 變成我們配合牠們的食物需要 除了給生的羊肉、牛肉之外 也會給蔬果、狗糧、補給其他補給粉給牠們吃 這個展覽的溫度一直都維持15度左右 而專家亦都為北極湖和北極狼居住的地方鋪上了珍雪 希望讓牠們好自身回到自己原來的生活環境 有家長就帶小朋友來見見牠們的真面目 我們在圖書館借過關於雪地狼的書看 知道牠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都看完之後很有興趣 很可愛 還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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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雪地動物之外 還有身長四公尺的蜘蛛蟹 還有九公尺長的深海霸王巨型白鞘魚 遊客還可以見到世界各地幾十個不同品種的兩棲類動物 這些動物由即日起至五月初會在海洋公園展出 此以為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 內地兩隻熊貓仔預計會在七月一日和市民見面 而九七年出生的小朋友 在七月和八月就可以免費入場 亞洲電視記者不定一報道